2秒 1秒 开启开门 在基隆市长林又昌 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连 及立法院蔡世英陪同下 轮值主谱黄信中信会 如主黄大明 手持钥匙解开锁头 将门打开 完成基隆中原记的重头戏之一 开开门 在完成起登脚后 农历7月1号5时 基隆开机老大公庙进行开开门仪式 轮值主谱黄信中信会 准备三生蔡婉与财博 在道长主持下 与个姓氏中信会代表前程祭祀 随后由老大公庙主委陈丁宝 将装有登机部及钥匙的锦盒 交由基隆市长林又昌 再转交给轮值主谱黄信中信会 如主黄大明 登陆好开开门的时辰后 随即开启开门 让好兄弟到阳间 接受人们一整个月的普渡供奉 今天任零年 是中安祭168年的祭祀 今年是由五世中信会 来这开门 开门前就是 有机会开门的借店 所以 人们已经跟老大公 已经宾府了 今天要来请老大公 今天要出来 以前我们都开门 现在都开门 在未时两点 一定要请老大公出来 就是由今年我们的祝宝 五世 老祝 五代民宣誓 来到市长 跟我们这些主委 和市长 帝庸官员 共同来开门 这个开门 出席开门仪式的林又昌表示 从凌晨的起灯脚 开灯夜 到下午的开门门都很顺利 他相信今年的中原记忆 都会圆满完成 市民心想 适成健康平安 开开门是 我们每一年中原记的重头戏之一 那也象征的 我们的老大公好兄弟 要到阳间来接受 大家的一个供养 那我想我们从昨天的一个点灯 到现在要开一开门 其实整个科医的进行 都非常的一个平顺 那今天也是一个 风和日丽的一个好天气 我相信今年的一个祖谱 一定都会非常的圆满 顺利平安 然后也是代表了整个市运 能够非常的平顺 然后市民都能够心想事成 除了祖谱台开灯放彩 迎斗灯烙进 放水灯花车游行 及释放水灯头等传统科医 基隆生活局方面 也规划各项丰富的艺文活动 邀请国内外游客 在整个农历七月 到基隆感受 传承168年的 基隆中原季庆典魅力 记者张旗潘 基隆报导